哈喽 大家好 我是蒸蒸 上一次我不是画了一个小丑妆容吗 然后大家都说那个像墨玄宇 然后有爸爸就跟我说希望我可以出一个小丑女的妆容 你们应该看到了我脸上有一个痘痘被我挤破了 就一直在流血 就不知道今天这个视频能不能拍成 因为我怕它一直往外渗血 我就没办法上粉底 你们还不都说脸上的痘痘就比较 哦 就说脸上的痘痘比较容易感染嘛 还蛮可怕的其实 好像止住血了 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小丑女挑战吧 开始上我们这个超白的粉底 看我的粉底已经上好了 然后 那个眉毛也是画过的 然后现在我们把眼影给改一下 改成那个小丑女的那种眼影 跟大家讲了 因为我没有蓝色的眼影 我回来只拿到这一盆的这个眼影盘 然后这个蓝色的眼影 是我妈翻箱导柜找出来的 是她以前的眼影 然后 还是这种棒棒的那种头的 看我的眼影 看我的眼影部分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再把我的眼线给加深一点 我的眉毛不够调 然后要把眉毛再画一下 小丑女呢在这里有一个星星 然后在这里画一个 小丑女的这个 颧骨会特别高 就是她蛮比较瘦 然后我把这里会再上点阴影 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加两个双马尾 那我的 仿了小丑女的妆容就仿好了 因为人家的头发仪式白色的嘛 然后没有假发 就仿妆不仿人了 你真的在那样的身上 你真的是在这样子上 女的头发 我派的 你真是 放它 做它 不过她 她就在这场上 她是认为 Dr. Harleen Quinzel 你会在这场上 她是看见了 她是愚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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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 不然你会死我了